资货王是民众证捐 ABIS 接力 24-7 access to diverse global markets right here That's why I added stock index futures to my trading strategy Now when I see ups and downs coming I'm ready Well played Let's get started 今天是6月4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图表战斗员的时间 今天的市场叫做发上发落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港股受过美股 亦受到中国的A股的影响 今早我们叫做开高 开高了之后A股向下聚 我们跟下去向下聚 搞笑的地方A股吃饭的时候 因为那个美期抽一抽 那到A股回来 我们又跌下去 因为A股跌 好了 A股收市怎样呢 我们3点之后呢 又抽一抽 因为那个美期 现在就是出现在 在一些叫做完全没有性格的港股身上 那今天成交7883亿 收市267 真是267 267 26761跌了132点 期货26608跌了103点 整体上都是叫做反复偏远的 那我们去看看那些数据 今天开了一些中文给大家看 那看看 欧洲就出CPI 22分钟之后 它就在5月份出的 Forecast是1.3 那不用加息了 那欧洲也没有机会加的了 那欧洲的问题就是 我们今个星期都会有议息 那我们去看看德拉吉说些什么 那跟着澳洲今天一如预期了 减了Quarter 那减了Quarter 之后呢 它没有赌下去 那因为市场已经反映了这件事出来 我昨天都跟大家说过了 它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当反映了出来 那市场就会去 就是已经叫做 实现了它那个减息的预期 还有再加上基本上是很低的利率 你不会预计它会再进一步减下去 在不再减下去的情况之下 澳洲就有人逼住了 顶住了在那 就不太下跌了 那跟着今晚又是威廉斯说话 今晚其实是鲍威尔说话的 今晚9点45分鲍威尔说话的 看看它会不会对于美国 因为你会见到呢 Ulo抽了上来 黄金抽了上来 你看到多了 已经堆了下去了 英镑站稳了 是那个美金 是那个美金 是那个美金在上个礼拜 一早跟大家说过 那个市场好像有些味道 在炒美金 FOMC会有机会减息 那今晚去看看 鲍威尔会说些什么 可能会看到一些 关于利率上面 一些前瞻性的东西 他说的言论在现在 比较敏感一点的 再加上股市跌下去了 那促使就是说 市场都会去相信 可能真的会来FOMC减息的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数据呢 没有了 香港制造业PMI 没有了 到明早 明早澳洲出GDP 这个是Quarter 1 Quarter 2都来了 这些已经是过期了 看看先 接下来到中国 为何中国新年 那么有趣 出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5月 明天6月5日就没有特别了 那么我们看看 今个星期最主要就是看浪番Paywall 星期五的浪番Paywall 你会发现到现在这一刻 那些美金和外币都好像 好像美金又弱一点 但是又弱不完 好像YULU爬上去 但是又弱不完 因为今个星期五 我们会出现一个浪番Paywall 再加上欧洲会有个议会 在星期四的议息 那我们都会在今个星期的外汇方面 都要等到星期四、星期五 才可以出到一些明确的方向 那好了 去看看黄金 你看到黄金 一支穿云战 由上个星期四 为什么在5月30日 隔起了之后 我就跟大家说 咦 没理由的 不是很合理的 黄金为什么会比美金那么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会有机会 即是市场去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利率债息倒挂 利率的问题 那美国未来的FOMC 会有机会减息 去炒减息 那一减息 就会令到黄金彈起 再加上股市偏远 避险都走进黄金里 那你现在这样看的走势 暂时来说 黄金条边就改不了了 向上抽了 那问题就是入市价 我们现在是很难入市的 除非我今天都跟战斗员说的了 你跌穿1296 你做到这个止蚀的话 你anytime可以做一个设定 即是你要拿27元出来 你anytime买进去 那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那你没办法了 那你等下它回些 那一路都不会 昨天继续抽 08抽到上去28 那昨天又抽20元 去到现在 现在今天没力了 1329 站在这些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反复 徘徊一下 等平均线上回来 我们再捕捉机会 再继续上去 上面尾远的 但是都会在高位叫做徘徊 那至于银点呢 爆了阻力位 你看着它昨天爆 爆穿上来 14.58 一抽 14.8 走了3毫 叫多的 连续几日 1234 看着它抽上来的 confirm这下再上 现在保持住在14.76 看看有没有机会低少少买 譬如14.6 用回10天线来做止蚀 你用14.5 都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回到15元 但是呢 问心一句 如果你做银呢 你就预了错 因为它会比较慢些 因为始终都是回到那一句 在全球经济叫做疲弱的关系 对于这只银呢 这个是因为美金升 避险 都有些资金摆进去这只银里 但是不多 回到基本面上 你的银的工业用途 如果随着去炒经济 始终都是衰退的关系 而银的升幅 就不会有早前那些爆发性的 应该就没有的 而是黄金比较强些 好了 去看看这只银 我们看到这只银 哇好转 昨天最高转到54.63 大幅上落 下去52.11 抽了头尾那两个多 两个半上落 但是它不是单边 它是转来转去 现在在做52.95 在走势上 仍然都是继续向下坠的 问题就是 究竟是否穿了这条200天线 然后200天线 走回到下面呢 现在就叫做顶住了 现在在这里追下去 困难的 看看有没有高位 让我们继续再沽 至于美股 美股也是 昨晚的Dow 哇 你会看到一开一开 其实它开头是低开了 星期一早上 低开了在亚洲时段反复 接着到欧洲抽上去 美股一进来 它又跌下去 又抽上去 又跌下去 又抽上去 去到最后 今天是亚洲时段 只不过头段 都是叫反复还行的 刚才三点钟 欧洲进来了 你看到Dow期现在在移动 现在在移动 二四九七十几 一口气抽上来 所以我们有个港股 你看到期货上过二六六 差不多五零 在低位弹上来 在技术上 暂时来说 它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 是否叫做见底回升 很多人都会担心 美股一向都是见底回升 我可以这么说 暂时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反弹 我看25220是出不了的 这条线是不能够爬上去的 而我们设定 应该要用25220或25230 10天线正在做25283 这些位置上不回 如果去到这些位置 你也是要沽的 你也是要采取高沽的 直接爬上去 暂时来说 它正在做反弹 这个美股反弹 就是令到我们跌不下的原因 我们去看看纳指 纳指昨天 就是美国去查 那个 叫什么 壟断条例 那些科技股 那我们就会去看 究竟纳指 它持续偏远 它相对地弱很多 昨天 的DAO 都还在那里 你看到它的纳指 没有 最好是7132 刚好200天线 就下跌了 最低下跌到6941 暂时站稳 7026 不过你看走势上面 纳指都仍然叫做偏淡 仍然叫偏淡 就算你做到反弹 都做不到升 做到反弹 但是大升应该不行 看看S&P 我们看到S&P 向左走 向右走 一只向左 一只向右 那纳指怎么办 它站在中间 今天也是刚刚这一段 抽上来 刚刚三点钟 这一棵抽上来 三点钟由2748 抽到2761 抽了十几点 现在在做2759 它仍然在做一个反弹 看看可否反弹 站回 再碰多次200天线 我说250天线 正路 你爬不上去 2780 甚至2800 爬不上去 那我们都要採取一个高估策略 暂时来说 因为它开得太低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做好些的反弹 我们给个位置 我们再谷个 暂时来说 看外汇 美金偏远 你看到 美金偏远 你看到 最低做到107.85 108也没有了 现在站在1084 维持在低位 看走势上 仍然会有机会再继续向下 只不过在短线来说 会不会是反复还行 那去看看澳洲 今早减息 曾经一下抽过上去 上过最高做到0.6993 现在做到0.6976 力就不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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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是说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向上升 但我认为澳洲 可不可以持续爬上去呢 这个就有疑问 我就等它转身了 它转身 我又扑过去 我认为在长期 最主要是息口的问题 再加上澳洲始终要回落 如果经济出现问题 澳洲也会有机会出现偏淡的情况 短线来说 因为炒美金减息 而令澳洲出现反弹 但反弹能否持续 澳洲反弹了 纽西兰来到这里 它也不足够力 相对不足够力 只是爆完一下下去 我们看看EULO EULO叫做夹回去 夹回去 夹回去是因为美金炒减息 你看到它抽到上去 最高做到1.1278 又是坠下来 硬一硬串 上一次的1.1270 大概上高一点 又回落 你看到撞了一条100天 现在坠下跌 看看今天可不可以回落 还是可以保持到 但记住 今个星期它也会有意识 以识完之后 还有浪番Paywall 我们去看EULO 都要留意 傻榜是怎样的 傻榜 人家的美金跌 它弹都弹不了 弹不了 弹不了 今天弹到1.2687 连大马都改变不了 维持住在1.26 这些水平 看走势也是偏远 始终会受到脱钩的影响 而令到英镑继续向下距 似乎上不了 我们去看看EULO 去看看有没有资金 从EULO 走回到瑞士 走进去瑞士 你看到EULO 一直在沽EULO 卖瑞士 沽EULO 卖瑞士 昨天下跌了1.1120 1.1120 1.1120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昨天你可以看到 2018年9月最低是1.1181 1.1165 1.1160 它穿了之后急跌 跌完 现在缩上来 会否在这里穿不到 然后弹回上去 有些资金从瑞士里走出来 暂时还未成功 你只可以说中了低位 可能有些止损在这里 指示盘而带动它 到1.1120 现在要站稳 区人市就没有什么特别 看看DollarCAN 没什么特别出现 始终都没办法 每个月头第一个星期都是这样 看看DollarCAN 跟随美金 最低落到1.348 它就是这样 每一次上1.35 都是不够力 想它贪多一点 都是没有 我都说这东西难做 每一次美金上升 我打算跟随上去 去回那些接近美金 我们以前喜欢炒DollarCAN 是因为它是小美金 我们经常都说小美金 就是因为它是黏着美国 它跟美国的贸易关系非常之近 美国加息的时候 全球第一个加息的就是加拿大 你看到DollarCAN 美金一约 它就完全跟随美金 而没有了自己 它完全跟随美金 你看到 你会聚下去 看走势 好了 现在暂时 区人市和大家看到这么多 看看借人民币 我们去看看借人民币 你会看到 现在人民币是怎样呢 你会看到 人民币叫做反复企稳 它不跟随美金 而是人民币相对地叫做弱的 现在在做6.9316 维持住在穿又穿不到6.98 跌又跌不到6.9 应该在这里暂时陪回住 6月底中美G20又开会了 中美领导人究竟会不会对于贸易战 会有任何利好或利淡消息 这个人民币都要到时去看 暂时来说应该是正在走远 好了 我是为大家看了 关注一下知识所 微信公众号 接着我们看回A股 看回亚洲市场 浮沉股很难玩 其实不是的 因为市场是什么的 市场是会被两边拉扯了 我们去看A股 你看到A股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一 它开始 昨天也和大家说过 你的平均线拉匀在一起 代表着什么呢 你想想一下 最简单的 5月6日 那个劳动节放假之后 它跳跌落了之后 基本上就未上过 在5月7日 6日 7日 打到来现在 6月4日 基本上一路A股都在这儿还行 不过 老实说 我觉得它就不够力 暂时来说不够力 职励的就弹了 职励的就弹了 它完全是弹不了 那种沽压 你看到它是一路这样压上去 就算你抽了一下 都是跌下来的 你看到上个星期 星期一好像撞穿你 二八三八 然后 下到二八三三 一口气扭上去 一二三 扭了三天 最厉害是扭到二九三四 星期四星期五 没有力 今个星期 全坠下来 好像只不过是代表着 一二三四五 五个星期跌下来 一个星期反弹 低位还行 去消化这个跌势 暂时来说 你说它上不上到 职励也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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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周期上 我相信A股有机会 可能短时间内 它会冲穿二八三三 不如反正也是 按穿它 落到二八三三 落到二千八三里关口 补回二二号和二三号 二二号的跌势 是由二百零四开始飞天 那你补回二百零四 补回二百零四 补回二百零四 看看这里能不能够 一能够下来 不如下来 我就不喜欢它在这儿还行 不如快快去 跌下去 你就会有反弹 你不跌下去 在这儿磨就死了 十个牛皮 就九个淡 你继续在这儿磨 磨一下磨一下 就跌下去了 现在看到了 反复偏远的 至于A股股是如何 今天就开高 269.94 27000上不了 一开了之后 就坠下去了 跌出了昨天的低位 继续沉下去了 看现在的表现上 好像不能跌 因为A股股顶住了 但又好像不能上去 被A股拖累了 刚才一开始都和大家说过 A股不在的时候 它就会反弹 A股在的时候 拉了下去 看走势 不要管这么多 我们只知道 现在既然你爬不到上27,000 短线的止蚀 我们要摆27,000点 摆27,000点 摆27,000点 它就像是A股 它就像是A股磨 不如 事但一个带我们走 要是A股 要是美股带我们走 不要 一个就拉我左边 一个又说去公园 一个又说去看金鱼 那我跟谁 两边都不知道 你看到 反复偏远的 A股就是这样的状态 今天的港股就是这样的状态 今天的国子是怎样的呢 国子是搞笑的 国子是弱的 因为它很跟 A股 你看到 一开10449 就是因为美股 令到我们高开 高开之后 不如你冲穿105 没有 看都看不到 尾灯都看不到 10510是我们的止蚀位 继续向淡 它甚至乎跌穿回 早前1036更加串 10307 在走势上 都是叫做反复偏远 那你问我何时反弹 我暂时都看不到反弹 如果你硬去说 我早前都会挖过出来 这个支持位 如果一数下去 随时去到心理关口 10088 现在数下去 10080 101左右 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增下去 亦转不到 你见到 1234567 第八个星期 都是叫做反复偏远 它最能力 都是弹一弹 弹极都弹不上105 那我们继续向下看 至于其他区人士 不是 其他区人士 其他股票 你可以看到 首先是700 我们见到700 327 327 327.2 327.4 昨天都叫做收在326 但今天一下子开高了 就是因为尾股 最麻烦就是这件事 就是因为尾股 令到我们开高了上去 开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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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行 对于有些人 坚持是淡的 不是 我一开高就逢高沽 那你好东西 继续逢高沽 他就逢高沽 昨天冲到上去 挡住了200天线 上不穿 然后今天又回落 明天在这些图表上 明天仍然会有机会继续向下 不过 看了未股线 可能明天又逢高沽 你不知道 但是你见到 势都是弱的 甚至乎 我们看看1299 看看那几只大型东西 大型东西也是 你见到1299 昨天收市 收在72.45 今天一开 上73元 以为他会有机会做反弹 上75元 都是没有 继续下去 坐多一会 那些东西很弱 全部东西都很弱 所以我认为市场上不了 388 也是 你见到 那向下面试 239 240 继续和你们数 2318 大野 全大野 大家去看看 那些大野是什么 2318 又是最 你叫市场怎么上去 全鬼步都是跌下去 甚至乎今天 5号 5号 5号好像很厉害 昨天收在63.3 今天开高 你上 又是上不了 继续下去 我们看过5号 5号的图 基本上是跌穿了 早前的支持位 跌穿了之后 后市基本上 你准备向下坠了 连跌这么多日 继续跌 暂时来说 都受不了 好了 姐妹公司是怎样呢 11号 早前200元很多 上不了 这一个真的上不了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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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昨天参了一个低位 193 反弹 反弹只有一下 就是那一下 很一下 一开195 又是跌回 stor 又收回 194.7 又是上不了 就这么多了 一开196 不是195 是196.2 全部股票也下跌去 可否加沽呢? 暂时来说,你先坐着手上的盘 先坐着,看看可否跌穿 最理想的,因为你现在一定会在$239和$240挡住 一定是,穿在这里才加 不如现在拿着盘先坐下去,穿了的加沽也未迟 下面有很多位置,肯跌,多多有得跌,不用担心 两个水就好吗?不要两个水,$215 你也有很多位置,现在的问题是,下面有门顶住 有板顶住了,先撞开板,穿再加 3662是怎样?Helen,3662,奥元健康 你看到这东西了,又是反复偏远 你看到,一直跌下来,又是不能买股票 怕着要止蚀而没开盘,明天再找机会 今晚买乐彩?好吧,今晚买乐彩 我经常都等你们,我那天中了四个字 我那天长期的49个字买了,中了四个字 又有六八四元那一条,还有几条 很有趣的,都说对鹿合彩更加简单 每天对头三个字就行了,贴上有就有 没有贴上就没有了 入了熊仔,继续持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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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现在正在松价,不去都可以松价 这样阴跌,可能会阴很多 问题就是阿耶 究竟A股 今天搞笑 大家在上午看到,我们的港股跌多少 各指跌多少,刚刚好,不知道是不是拍戏 每年都会这样,每年都会这样 看看有没有那些收跌多少,收多少 每年都会这样 好了,继续了 阿耶,会否好像撑六四那样撑?我怎知道 撑什么?不要撑 二百三百,恒生,富士,中国 都是弱的 如果你看看A股,A股是弱的 帮手看看 人民币,今天即场看着人仔不停跌 但舍背池没有跟着再插 我觉得是因为美琪,两边在拉緊 试了两次0.618,看次撑得住 撑得没用的,你抽不到 你要再看,还要给时间 但我不认为618可以使我们改变走势 因为这条大方向是向下的 只要A股有权撑穿你那个 A股有权撑穿你那个二百三百 A股撑穿你二百三百 没有的,市向下坠 5号仔什么位置入,不要入住了 5号仔暂时来说都不要入了 823今天开了顶部 然后坠下来 坠下来,它现在都叫做反复 是弹完一下而已 其实今个星期去到这些高位 它开始不太够力 我们看到这些收息股 还顶住的,50天线还顶住 一天在50天线,一天都还顶住 例如,你看看煤气 煤气也是这样的 咬住了一条50天线 还没穿,还是顶住 没了就没了,就没了一条篮 穿了一条篮,断了一条篮 那条篮断了,才跌下去 不断的就继续顶住 如果823是这样的,3号是这样的 仍然都顶住了50天线 这些还没穿 175想现价可不可以 其实175也是弱的 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汽车股 12.5都是坠下来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跌穿12元 好了,如果跌穿12元 其实我们有机会回到10元边皮 去到250天线 我觉得可以跌穿 用上星期的顶 13.4 用来做止蝕 可以的 788今天又突然发癫 抽了一下上去 最擅长做到1.95 但1.95 其实是10天线 亦都见到10个week 以及50天moving average 顶住了 看走势未必上到的 未必上到的 可能只有一下 23.18 看不看到80元 看看80元 8.23 可以先穿上去 穿了50天 都说被50天线顶住了 JJ 94.1 牛毛德 这只真是搞笑 人跌的时候它就升 人跌的时候它跌 怎样牛 不要搞了 不要搞了 都是不行 14.75 看看小米 小米继续沉落底 我真的不知道 这只小米值多少钱 902 你们问我 今天都有战帝余 你问我 阿sir何时可以买 不如买一部小米 我也不知道它何时停下 通常这些 你想想 由小米出生的时候 最高做到20元 22.2 由2018年7月 到现在一年都未够 因为快一年了 跌了一半以上 那你说小米有没有用 那你没有 借责就是这样 去买小米更好 14.75 日清 今天 弹 今个星期 但今天做得不好 又是有弹高 弹完也是弱 我们看到真的弱 11.86 早前也有弹一弹 连续几日 1234 来到上面 你也不要要求它太高 去到9.63左右 力度就不太足 如果再穿9.8才再想 就是这样 慢慢地 384 是怎样 384 25.3毛半 今天就慢慢地了 但今个星期都还在上 每天开高 聚下来 上面很大压力 上面很多阻力位 25.6 上面不太多位 除非它爆了 穿26.3 否则都是受压 看看 和你们看看384 是否上面没有位 好像上面不太足够 384 看看先 用周线图去看看 还有些 不过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 开高了 就不能够放 还有些 你相信它 还有些 但是每天都是这样 这幅图是不对 一开高就坠下来 一开高就坠下来 但它应该还没完成 7.78 7.78 至副产业 这些当然有人买 VS 暂时抵住了 跌了这么多日 那你摆钱 你看到它又是守着 很多VS都守着50电视 守着 守着 十一天不用想 刚才跟你说了 跌了下去 炒减息 有没有可以彈 今晚你就要看 究竟鲍威尔说些什么 这个就要重要 如果他真的说 不是 我们看到 会有机会减息的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会有机会减息的 可能会有机会 可能会有机会 炒到股市 但是 就是 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怎样买 阿sir 怎样买阿sir 那就是要等它彈才行 我也不知道它有几次反弹 长期都是压住下去 你彈什么 彈条毛 彈都没有彈 那看位做人 看位做人 有时就是这样 我今早早 我打算 开始跟他们说 小心点 我们要看清楚 抹住那些位 我们压得很紧的 现在今天做了一个高位 你看到二六九九四 一开 你不爬得穿这些位 一爬穿这些位 我立即走都走不及 是不是 就是我们这些做trade的 做得很久的 紧张点 去到这里拉得很紧 一松手走都走不及 那时候就捉鬼仔 捉鸡仔 那时候我们快点走 市一夹高 我宁愿是什么 我宁愿去失去机会 我和战斗员都说 我宁愿去失去机会 我都不愿意错失去方向 如果它有什么移动 我即走 又这么快就这么快 我永远坐在戏院 最前一阵 有什么移动 火灼 走都走不及 你们继续队 我先走 你们慢慢走 那现在说了给你听 今天最好的 说了个顶子给你听 那你见到27001 即是破了 27001 一见到27000 那就有机会反弹 反弹下一格 就已经是27250 或者272 左右 再反弹就是27500 数都能数到 那你有什么移动 就走 对吧 6800 都是偏远 你看到内房 坏得不得了 全部内房都是弱的 那我们看看 128 安宁 安宁 站在那里 但图不漂亮 图不漂亮 接着去看看762 好吗 762 中国联通 又是了 开高了聚了下来 找一只静点来看看 好吗 每一只都是差 371 是怎样的 不控水墓 又是 每一只都是单元 又聚了 单元就聚了 其实现在是否已经半只脚 如果用牛熊 即是熊市 这样数 应该就是 是的 我回答你的 是熊市 用熊市 当然 我不懂什么 熊1 熊2 熊3 我不算 我数浪 如果叫做数浪 我有数过给你们听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说会有机会做个反弹浪 一直都认为是反弹 甚至补益 现在开始走回2018-2018 那一阵 跌下来那一阵 现在正在走这一阵 好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 好 看看16 16跌到28 123元 今天最低 今天最低做到122.1 现在暂时叫做不跌住 就是这样 叫做不跌住 是不是可以反弹上去 看样子就不一样 应该在低位还行 就是这样 好吗 好了 不回答了 没气 没气 真的没气 没气 一轮打中锋 好了 今天是这么多 以上股票我没有持有 拜拜